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奥雷 今天带来1994年上映的香港喜剧动作电影《奸人世家》 全党知名的大恶人老奸有四个儿子 他们个个都是人间极品,奸中败类 大儿子奸胜身心好赌,但又没有毒品,并且赌计还差 哪怕选择作弊,他也极难拿下对方 所以很多时候他都只能以家货的方式找借口动手 用武力逼迫对方认输 二儿子奸胜喜好敲诈,几乎每天都在勒索商贩 为了让商贩们交出保护费,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商贩们因此怨声载道 三儿子奸黄是红灯区剧长,但凡是妓女赚到的钱都得分一部分给他 在他的掌控之下,妓女们一刻也不敢休息 哪怕身体不适都要强行硬上 甚至连身患传染病的客人都不能拒绝 小儿子奸仙稍微有点人样 比起为非作歹的哥哥们 他喜欢漂亮的学生妹这一点明显要正常的多 并且他泡妞的方式还是英雄救美 外加无意漏富,从来不搞什么强迫 严格来说他只能算是个好色的公子哥 离恶人之名还是有不少距离的 今天是老健的八十大寿 除了他的四个儿子外 十年未见的弟弟尖叔也专程前来诛寿 不过尖叔和老健的关系并不好 所以双方只是简单的打了个招呼而已 上个星期在南非发了大财的大姨父 突然受众正寝 按照他的遗嘱 老健可以分得十亿遗产 当然继承遗产还有个先决条件 那就是老健一家人必须得连续做一个月的好事 做到一百分的标准 不然十亿遗产将被尖叔拿去造福社会 以此为自己的区议员竞选拉票 尖叔并不认为老健一家人能改些归正 所以建议老健直接放弃继承 这让老健非常的不满 宾客们都在看着 放弃的话以后还怎么在这里混 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外人看不起 一百分的标准是指建立良好的口碑 得到群众们的认可 老健因此选择派发大米 同时再收养十个孤寡老人 而他自己则毅然皈依佛门 为曾经做过的坏事忏悔 至于忏悔的方式 竟然是接受南海神尼的编导 有了老健做榜样 就算孤寡老人打碎了 监具的初恋送的花瓶 监具也不敢发作 监胜见老健铁了心要当好人 没有任何回先的余地 于是也跟着关闭各大赌场 甚至还告诫一众赌徒 赌博没有好下场 见赌徒们踢不进去 监胜便干脆打电话向警方求助 直到得知赌场要被封禁 赌徒们这才恋恋不舍的离去 老健怕四个儿子杨凤英维 让他的努力白费 便披着四个儿子发誓 出来混的讲究信用 不然会被关公唾弃 这是唯一能束缚住儿子们的办法 监具虽然不情愿 但事已至此 也只能试着忍过这一个月 只是没想到他的退钱行为 竟让商贩们产生误会 以为他要杀人灭口 因而选择转让店铺离开香港 今天南海神尼因为有事 不能前来实施边情 再加上老健被打怕了 很想休息一天 因此老健希望儿子们能带他挨打 恰好老健的私生子此时突然来访 当年老健因为没控制住 与某个即将出国的旧情人发生了关系 导致情人怀孕 四兄弟听后立刻要求私生子小健来带打 好让他证明自己的价值 更快地融入这个家 次日坚皇也相继关闭了名下的各间窑子 他知道妓女们会因此饿肚子 所以专门帮忙找了工作 老健一家风评逐渐好转 律师认为按照这个进度 遗产肯定可以继承 先先虽然问题最小 但玩弄他人的感情始终是不对的 趁现在还未酿出不可挽回的大祸 他毅然决定向两位学生妹提出分手 好事做的越多 兄弟四人就越觉得当好人的感觉还不错 远没有想象中那么无法忍受 小健虽然也是老健的儿子 但他并不受四兄弟的认可 因此在生活中 小健没少被欺负 幸好律师及时做出说明 亲人相斗会影响整体的评分 四兄弟这才同意不再欺负小健 坚叔不想看到到手的遗产就这么非了 于是私下找到侄子高望 希望高望从中作梗 让老健一家降低评分 事成之后他愿意分一半遗产给高望 结果没想到高望反倒以死为妖邪 强行分走七成遗产 如果坚叔不答应 他就将坚叔找他的事公之于众 坚叔这辈子都在假装好人 如果伪装被撕掉 那他的议员竞选就没戏了 所以只能答应 老坚收养了老人 四兄弟自然不甘落后 打算收养孤儿 只是没想到小孩子并没有那么好哄 坚皇的眼镜蛇为身 不但没有逗笑在场的孩子 甚至还将他们吓跑 因此神父无法将孩子们交给四兄弟 最多只能接受助养 简单点说就是 四兄弟捐钱就行 人就不用跑过来了 由于做好事经验不足 坚加的评分增长逐渐变得缓慢 为了寻求突破 小坚建议四兄弟请人来办一场赠灾一眼 事后再把赚到的钱都捐出去 这样一来 评分应该可以暴涨 律师非常认可这个办法 如果能够办成 评分至少加30分 只是一眼需要请明星 几人实在拿不出足够的经费 并且还不一定能办好 既然这样不如亲自出道当明星 这样还能省钱 小坚会一些比较偏门的外语 糊弄不懂的观众 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坚具为了彻底洗白 主动将黑帮改造成帮扶组织 这让他的两个手下心生怨恨 毕竟兄弟们跟着坚具是为了发财 气氛之下 两人专门投靠了艰巨的死对头高望 可没想到其中某个手下知道的太多 野心也很大 搞得高望无法安心 因而选择杀人灭口 毕竟没人会喜欢一个叛徒 正在一眼的宣传效果还不错 只是没有明星作证 光靠四兄弟根本不够 所以就算他们跳得再欢 也带动不了观众的情绪 更让他们头痛的是 另一个投靠了高望的手下 还在关键时刻跑来砸场子 说是要收保护费 面对如此挑衅 兄弟四人不得不出手 虽说这一行为纯粹是为了自保 反击点到为止 但斗殴始终是犯法的 又在监视认为大功告成之际 四兄弟突然灵机一动 开始以保护民众的名义 与手下一伙人展开恶斗 最后还协助赶来的警察将对方拿下 四兄弟已经全部洗白成了好人 而手下一伙又都是警局的常客 有着黑道的背景 警察自然知道该怎么做 这场斗殴因此变成了见义勇为 兄弟四人也得到了表扬 有警方的定性 坚叔哪还敢要求律师扣分 这些年来黑社会逼迫民心拍戏是常有的事 很多相关从业人员都因此吃过苦头 现在坚家四兄弟带头反抗黑帮 给了各大电影公司勇气 这些公司的高管们一致决定 为一眼捐赠财物 以此吹响反攻黑恶势力的号角 事后统计一眼捐款达到了五千多万 引起全港轰动 坚具因为不会英文 这些年闹出了不少笑话 再加上今天被小剑嘲笑 他暗暗下定决心 一定要将英语攻克 补习班里除了坚具 其他都是混日子的 所以英语老师琳达完全得不到尊重 幸好有坚具在 他可以帮琳达镇住这些同学 琳达因此对坚具感激不已 在坚具看来 琳达十分符合他心目中另一半的形象 不如试着谈恋爱 将他娶回家吧 陷入单相思的间距 可以做出超乎想象的事 感觉他的脑子不太清醒 但骗他签署放弃遗产证明书 还有不会上当 这让兄弟几个一头的雾水 经过几次相处 琳达渐渐明白了老坚的心意 毕竟老坚表现得太直白 连桌子都顶起来了 想隐瞒也隐瞒不了 再加上同学们的推波助澜 琳达只能答应 试着与坚具相处一段时间 受到坚具的影响 坚先也决定 好好地谈一场恋爱 这天晚上 他在某娱乐场所里 偶遇了舞女梅兰 梅兰的长相十分出众 坚先对其一见钟情 是要将他取到手 从这以后 发情小队从一人变成了两人 坚具和坚先都认为 自己找到了人生伴侣 可实际上梅兰和琳达 却是同一人 并且他还是高望专门派来的 按照高望的指示 琳达将坚具引进了娱乐场所里 引导坚具和坚先见面 然后再在合适的时机出现 挑起兄弟二人的纷争 让他们手足相斗 这样一来 好人平分便会随之降低 可谁知 兄弟俩不但没有同事操歌 甚至还给琳达的劈腿行为找理由 小坚发酒疯 替电行道教训琳达 也被兄弟俩及时拉开 小小的教训了一下 这应该不算是兄弟内斗吧 虽然坚具和坚先都有退出这段感情 成全对方的想法 但是仔细想了想 实在接受不了 所以最后两人还是决定比一场 在周围观众的怂恿下 两人从一开始的斗嘴 逐渐升级成斗欧 而琳达则趁两人争斗的空档 偷偷掳走了小坚 之后高望主动打电话给老坚 逼迫坚家人跟他赌博 无论输赢 坚家人都属于参与赌博 要被扣除评分 不过为了保住小坚 他们不赌也得赌 毕竟老坚欠旧情人的够多了 现在就当是缓债吧 为了防止坚家人拖延时间搞小动作 高望特意给小坚服用了烈性唇药 然后再把小坚和琳达关在一起 时间拖得越久 小坚就越难控制自己 琳达有价值 随时可以抛弃 关键时刻 老坚的旧情人突然在赌场现身 称要代替老坚 参与最后的赌博对决 原来老坚在局战前特意打电话 叫来了旧情人 小坚是旧情人的儿子 他不可能见死不救 这点可以肯定 终极对决的规则很简单 梭哈决定遗产归属 旧情人虽然性格火爆 但赌博时还是非常冷静的 高望无法凭借他的表情和动作 看出他是否拿到了好牌 因此几回合下来也没有取得太大的优势 直到生死局 高望才偶然发现旧情人在虚张声势 他拿到了烂牌 却假装拿到了好牌 所以紧张的来回动脚 这给了高望跟牌的勇气 可高望忘了一个道理 姜还是老的辣 旧情人早就注意到高望在偷偷观察他 于是便将计就计 引导高望跟牌 然后再决地反杀 虽然高望最后输了 但他留了后路 尖书做过的坏事 他指导不少 为了减轻罪行 他决定专做证人指证尖书 尖书万万没想到 高望竟会提前报警 之前的违规 并未受到律师追究 毕竟律师是帮尖书办事的 尖书进去了 他自然也就不好再为难尖家人 为了让更多孤寡老人得到救助 老尖决定捐出自己分得的那份遗产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我是奥雷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金